看看新闻榜 真很远的地方 有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美人美宫 电影《念念》是梁洛诗阔别影坛六年的回归之作 不少影迷都眼巴巴等着在大荧幕上重建女神的风采 谁知道她令人惊艳的长相 却遭到导演张爱佳的嫌弃 梁洛诗当初刚到台湾的时候 我们做完造型以后我们带着她到楼下去 因为我总感觉到不行 她有一股漂亮的明星的味道 就是不像 由于长得太美 最终梁洛诗不得不被导演要求整部电影素颜出镜 我觉得Ben Likes是非常 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 而且是很专心的一个演员 所以她就立刻就改变了 而且真的说了实话 我这部戏里面每一个演员都是没有化妆的 全部都是素颜 哎呦我说张导 您要夸赞梁洛诗也不知道BB嫌 此前新闻可都传说 梁洛诗和您的儿子王令成陷入爱恋 红娘就是您的爱徒李星杰 不知道这个传闻中的儿媳妇人选 您满不满意呀 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事 我们喜欢的不是他们喜欢的 所以千万不要替他们做这种事情 那是吃力不躺好的事情 会让他们越跑越远 新一乐再现上海采访报道 除了